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在花岗山停车场 可以说是花莲市区重要的停车场所 不收费,周遭又有学区,又临近市区 因此成为了市民最爱的停车场之一 不过因为不收费 停车动线有些混乱 加上路面凹凸不平 尤其是在体育场所 举办大型的活动的时候 就经常可以看到车辆卡住的情况 另外同学从校园向外移动的时候 也暗藏危险 因此花莲县议会的专案小组 在13号特别召开了专案会议 召集人杨华美议员 期望透过会议的讨论 能够解决交通常年的问题 花岗山停车场是市区重要的停车场 又因为临近花莲女中花岗国中 上下雪的时候有大量的车辆涌入 同时学生纷纷从校园上会移动 过程当中就容易暗藏危险 为此花莲县议会在13号召开 花岗山停车场规划 召集人杨华美也邀请相关单位 进行研议来解决长年的问题 花岗山的后面的停车场的问题 其实很多民众在这几年来 都有来反映 因为花岗国中后门 还有救国团中正体育馆 还有老人会馆 还有中国国民党党部 他们那边那个区域 那个停车本来就是没有在 很久没有去花线等等 所以加上现在只要办大型活动 现在平日都已经是停满的状况 然后碰到大型活动的话 游览是要进去等等 他其实就会碰到交通打劫 那更不用讲就是每天放学的时候 家长要去接送 他其实有的从这个入口进来 有的从那个入口进来 所以孩子在接 家长在接送 当接送孩子的时候 都会碰到交通的一些 一些乱象 那还有搞花女的学生的脚踏车 等等各式各样的问题 都会在那个停车场来发现 那所以我们就在享受 接到民众的陈情之后 就希望说能够开 召开一个专案 然后来看看怎么解决 现在目前的问题 那因为在几个月前 我们已经去现场看过了 所以也让 因为那块地是属于 教育处的公园用地 所以教育处的那个厂长 他要带回去给教育处来做规划 那如果我们要把它变成停车场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的话 那就是要透过这个专案会议来一起 集思广益来解决 教育处代理处长翁苏敏也提出解决方式 一月份的一个会堪之后 那我们体育场这边呢 也跟学校端 那还有相关的交通记事这边 去做一个讨论 那目前其实呢 比较朝向的还是 希望能够去 增设跟强化相关的一个 动线告示的这个部分 那希望在上放学的这个部分 在家长接受能够有更加明确的一个 动线的一个规划 那也当然也包含了后续的一些配套 比如说学校的一个 在相关时段的一个 人员的一个协助 引导跟疏散 还有可能后续也可以有一些的 家长接送的分流措施 比如说分年期或是分时段 来进行输送 那另外在办理 另外刚提到的一个混乱时间点 可能是相关单位在办理活动的 这个部分 那这时候可能我们相关的一些 人员的一个引导 还有动线的这个都必须提借 让我们的办理活动的单位知道 而庄安会最后的决议则是 体育馆前面可以划设 大型车辆停车场维持现状规定 天车场动线规划 朝单乡进出的研议 若要举办大型活动 交易处要向承办单位说明 活动时应该派人在现场 引导车辆 并且入面要重新铺设 也请华丽女中与华冈国中 协助在校内分流 寿导以及宣导 记得请问华丽老